现在正是秋夏交际的时候,在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感冒,流鼻气,特别是对于有鼻炎的年轻人来说,这种思维简直不好受。 但是在这个季节又会有人多人患病,感冒,然而有很多人却不在意,脱成大病,三十岁出头的陈冲,因为有鼻炎多年,在江山气温不定里发感冒,所以原本并没有在意。 但是最近,他是不是咳嗽的时候弹中带血,鼻涕中有血丝,另外还有耳鸣的现象,在吃了一个多月的药物没有任何效果的情况下,陈冲来到医院进行检查,却被意外告知得了鼻炎癌。 近年来,我国鼻炎癌患者也在不停增加,而鼻炎癌也成为我国高发动性肿瘤之一,其中0到34位高发年龄段,男性发病率愿为女性的2到3倍,那么鼻炎炎早期会给身体报警吗? 医生说,其实是有的,只是很多人没在意,鼻炎癌早期报警通知有4个,不要让大疫会造成大祸一,变形症状鼻色早期鼻炎癌时表现未单侧鼻色。 当鼻炎肿瘤增大时,可能出现双侧鼻色,而鼻气中有序鼻炎早期会出现鼻涕中带血,或从口中会吸出带血的鼻涕的现象。 这两种现象好,发生在晨期后,但替血量不多时,经常被患者疏忽,误认为是鼻炎或鼻斗炎,所以会耽误治疗。 3、看东西时不清楚,又重隐4,头痛鼻炎癌患者大约70%会有头痛症状,主要表现未偏头痛,颅顶症后或颈相不疼痛。 鼻炎癌大,都是由居主环境引起的,其中甲醛几度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 甲醛为较高毒性的物质,在中国有毒化学品,优先控制名单,上甲醛高居第二位。 甲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被致癌和致机型物质,是公认的变态反应源,也是潜在的强制突变物之一。 一旦甲醛中毒,可能会引起头痛、头晕、乏力、恶心、胸闷、嗓子痛以及植物神经管乱等。 皮肤直接接触甲醛可引起过敏性脾炎、色斑、患死。 吸入高浓度甲醛时,可有八支气管哮喘。 研究表明,甲醛具有强烈的致癌和促癌作用。 甲醛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嗅觉异常、刺激、过敏、肺功能异常、肝功能异常和免疫功能力异常等方面。 说起甲醛污染来源,我们刷墙用的涂料,就是甲醛的主要来源。 所以选择涂料,一定要选择值得信赖的大品牌。 还有,家里的纺织品,比如窗帘、布衣沙发、化险地毯,因为在纺织品中加入甲醛,可以增加其防水性、抗皱性和防火能力。 这也是长期生活,在新装修的环境里,容易发生鼻烟癌、血癌的原因。 今年来,白血病、鼻烟癌频发,大多与装修撇不开关系。 所以大家装修,玩一定要第一时间除甲醛,可以在家里放上加利美魔精。 它是治理甲醛的特效药,用加利美魔精两周左右,就可以完全去除,省时省心省力。 否则稍不注意,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